再次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EQ步步声关系成长系列课程 建立美满不能破裂的婚姻 今天我们会开始我们第六期的课程 特别讲到理财和性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会来介绍我们的课程 也会很快讲一下课程的对象 目标假设我们的形式 参加者的承诺 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理财的问卷调查 接着我们会讲到安稳年结的重要 最后我们有分组的时间 首先我想知道 有没有人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课程 夫妇的课程 可以举手 都有五六位 我们特别来欢迎他们 我开始想来介绍我们的课程 所以一个美满不能破裂的婚姻 首先需要一个蓝图 所以我们第一和第二期的课程 就提供了这个蓝图给各位 帮助夫妇 丈夫妻子 可以来到各尽其职 来到去承担 健康分约关系当中的责任和角色 所以作为夫妇 我们要来到去离开父母 与配偶来到去结合 来到去建立夫妻之间的安稳年结 作为丈夫的要以基督的爱 寺己的爱来到去爱妻子 来到去带领妻子 作为妻子的也都要来到 作丈夫随时的帮助 也都是选择信服 来到得到关系里头的亲密 所以大家一起来到合作 来到去加强夫妻之间的安稳的年结 成功的关系也都需要来到一些关系的技巧 所以在第三和第四期的课程 特别是讲到沟通的技巧 如何作联听 如何说话 在第四期也讲到处理和预防冲突的一些方法和策略 所以当大家可以来到去应用这些技巧的时候 就可以来到对对方的感受 对对方的需要 能够可以不单止来到认识和了解 也都可以作一个适当的反应 特别来到去突破 夫妻之间不健康的反应和互动 比如有攻击 有自慰 有批评 有退缩 有追究 有逃避 也都有怪责 和否认 所以 值此 给到对方一个被了解 被认同 被爱护 被信任 得到安全 得到安慰 得到亲密和满足的感觉 所以如果当中有人 如果未曾有机会参加之前的课程 我们也出了很多的影音资源 包括DVD、CD和MP3点 最新在华博的网页 大家也可以收听 无论是粤语或是国语的讲座 他们已经将我们夫妇的课程 最初三期登在网页上 所以大家可以来保听 最后 在夫妇在婚姻的旅途当中 也需要过不同的关 如果过不了 就会提升关系失败的机会 所以面对这些关口的时候 会特别来挑起内心一些的不安 一些的恐惧 创伤 一些的需要 一些的愿望 很容易就令到夫妇 当中有扮演 不同的角色 没有效的策略 来制造一些负面的恶性互动循环 失去大家之间的安稳的连结 所以第五到第六期的课程 特别是帮助大家来到去过关 所以当面对这些关口的时候 提供一些的资源 给大家能够可以来到顺利 来到经过来到维持 大家之间的开放 大家之间的反应 和加强夫妻间的安稳的连结 要过什么关呢 第一关我们上期课程已经讲了 要来到去认识 要去了解接立 自己和对方性价上的不同 和学习如何来到去配合 大家合作 互相有肯定 以长来到保短 所以 我们两个这么不同的人 住在一起 很多时候就会挑起 屡头一些的学球 很自然想对方好像你那样 对方好像你原生家庭成长的经历那样 或者也有一些恐惧是害怕被对方来到改变 被对方来到佔有 被他在那里控制 失去自己的空间 那个的自主权 所以如果可以学习 认识、接立、欣赏、肯定、发挥自己对方的独特 可以来到去兼顾大家之间的安稳的连结 第二个关就是父母和恩亲的关系 如何来到离开父母 切立 以及来到去维持夫妻之间的界限 不让其他人来到去侵犯 制造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空间 那个的默契 第三关呢 我们今天会开始讲 讲到理财 如何来到去认识、了解、接立 价值观上的不同 一起来定下一些目标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上的目标 并且采取一些财政计划、预算 来到帮助来到去达到那些目标 讲到钱的时候 钱不只是钱这么简单 钱背后也有权力 有控制 有自尊 有身份 有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价值 我们是否重要 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信任 面子和情绪 都是有关的 所以在一个安稳的连结关系当中 钱只是钱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讲 权力、自尊、身份、地位、价值 重要安全、信任 面子、亲密的需要 已经来到去得到满足 往往浅成为问题 其实已经反映关系当中 已经是失去了那个安稳的连结 第四关 这关性生活上的适应 希望大家可以克服原生家庭文化 甚至宗教对性的误解和束缚 来到建立一个满足的亲密的性生活 所以能够可以在一个安稳的连结关系当中 可以来到很勇敢的来到去暴露自己 在配偶的接纳和爱会当中 随去一些不安的感觉 最后一关我们这些课程 不会特别讲 就是在子女的管教上 要来到学习和心态合作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课程 帮助大家来到学习 如何做一个成功的父母 我们几年前举办的父母训练课程 说到父母发挥你的影响力 特别是给到有零至六岁小朋友的父母 这些讲义大部分可以在EQParenting的网址来带 也可以在华博里来收听 我们那个课程当中有四期 讲到作为父母如何做一个育老的父母 以及去认识了解子女不同方面的发展 亦都提供一些最有效来去提升 子女情绪智能的管教工具 最后一期亦都给父母有很多不同的资源 我们之前都提过 在九月亦都是计划开始一个新的课程 特别是适合给有青年子女的父母的训练课程 那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 青年这个定义是拉长了 我上次讲是由十一岁到二十五岁 因为到二十五岁的前老才开始来成熟 所以我们第一年会有三期的课程 特别是帮助父母去找出和实施一些对待青年人和他们相处的时候 最有效的角色和一些方法 第二期就是帮助父母去了解青年期他们要面对的挑战 他们要完成一些心理任务 特别是帮助各位增加对青年子女的同理心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期也是提供一些培育青年人最有效的工具 之前用的工具去闹他们 全部是没有效的 第二年我们会举办一些小组 采用情绪取向治疗的方法 值大家亲身的体验和经历 帮助父母和青年的子 来建立一个安稳的连结关系 亦增加大家之间的认识 大家之间的了解和同理心 以至帮助有效的处理情绪 很多时候父母和青年子女的亲子关系 是落在一个恶性的互动循环 大家都知道了 父母在批评 在攻击 在追求他们 要怎样怎样 这边又不行 那边又不行 那边又不行 你要怎样改 这边又如何 在退缩 在逃避 来否认 开始由退缩是不理睬你 然后躲在房间 对着电脑 不出来 学都不回 所以这一个恶性的互动循环 其实很相亲子关系 我希望藉着这些小组 帮助大家能够突破这些恶性的互动循环 好 买完告白 所以来讲回今期的课程 我们今期特别会讲到 第三年第四个关 理财性生活 我们怎样去度过 对一般的夫妇来讲 讲到钱和性是最难讲的题目 一提起 大家会觉得不舒服 有些尴尬 不自然 有些恐惧 甚至羞恥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成长期 我们的原生家庭 从父母而来的信息 文化社会教育 甚至教会 都会造成对钱和对性 有不正确的态度和看法 如果性是一样这么正常的事 为什么我们不多一些提 来讲出来呢 例如大家回教会的人 有没有听过经常讲性的呢 没有 所以很自然的造成 我们以为性是一些羞恥的事 所以对钱和性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些不正确的态度 需要来去矫正 同时呢 夫妻之间 我们有权力 那个资源的分配 哪个做控制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的地位 都是在有关钱和性的互动当中 都会彰显出来 譬如哪个有钱 那么自然有控制权 很简单 所以我们希望 课程提供一些实用的原则 一些方法 一些资源 帮助大家 首先来到去改正 对钱 对性 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和观念 和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 让大家可以谈论有关 钱和有关性的事 所以也是帮助大家 去了解一下 钱和性所造成的 互动的角色 和那个循环 帮助大家 找出突破一些不健康的互动 比如刚才说 攻击智慧 批评退缩 追究逃避 或者怪责 或者否认 也可以直接去了解一下 自己和对方 内心的恐惧 当中的不足 需要有难处有创伤 可以很直接来到 讲出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需要 也可以去回应 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需要 值此去加强 夫妻之间的安稳的连结 所以我们今期 我们课程的大纲 就列了出来 听我说 往往关里头 问题不是钱 也不是性 是大家之间的安稳的连结 今天我们会介绍我们的课程 然后下课我们会讲到 关于理财 从价值观来到开始 大家也会有机会去看《恩雨之声》的一集的见证 然后第三课我们会讲理财原则 有四课 我们特别邀请一个理财计划的专家来做一些分析 如何呢? 所以我们希望在第三课 我会给大家多些小组的时间 来预备一些个案 希望大家 小组要预备有四类的个案 然后每一次 我们就会和这位专家分享个个案 让他帮我们作分析 给我们一些实用的提议 当然如果大家有问题想问 也可以写下 也可以到时去发问 所以接着第四课 我们开始会讲到理财目标 也会讲到第一个个案 特别是给预备结婚或者初婚的夫妇 他们会来去预备一个个案 第五课我们讲到理财预算 这个个案就是有学前和学龄子女的夫妇 第六课讲到理财和投资 也会有个个案就是有青年子女的夫妇 第七课会开始讲性 古时对性的写字和科学 也会讲最后理财的个案 有成年子女预备退休 或者五年内会退休的夫妇 然后第八课会讲到 对性正确的态度和观念 第九课 婚姻性生活的原则 第十方面男女有别 第十一课讲到爱情之歌 有总结有温习 也有分享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期的课程的内容 那我们课程有什么对象呢 主要是适合未婚的夫妇 如果你想着将来会来到去结婚 初婚期结婚少过两年的夫妇 也都是已婚比较久一点的夫妇 和再婚的夫妇 所以无论你属于哪一类的夫妇 都需要学习去建立和维持 夫妻之间的安稳的连结 很快讲讲课程的目标和假设 这里我会特别强调一些东西 其他东西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来看看 特别我想强调第四点 讲到课程目标 是帮助夫妇去认识处理突破 关系当中因钱或者性 所造成不健康的互动 甚至大家都一起去避 不会讲这些事 除去攻击智慧 或者批评退缩追究逃避 怪责否认那些互动的模式 课程假设当然都是抽两点来讲 第二夫妻只可以为自己负责任 表达自己的感受 表达出自己的需要 同时可以回应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需要 透过改变自己去影响 婚姻关系之间的互动 可以突破恶性循环互动 但是绝对是不可以直接来到去改变配偶 如果你看不到一样 你来参与课程想着 让我帮太太听一下 我帮丈夫来听一下 回去说你哪里做得不好 黄医生叫你应该怎么怎么去改 这样绝对对你不会有帮助 所以如果你是传了这样的心态来 对不起这个课程对你绝对不会有益处 最后想强调第五点 婚姻的成功就是在乎能否建立和维持 情绪上两人之间的连结 所以也需要去认识来到突破 难阻满足内心需要那些负面的互动循环 最后提醒大家也要符合生命有改变的条件 需要有三十小时的接触 学习心态概念思想上的改变 有尝试有体验有实践 也都需要来到有个支持小组在当中 那我们讲到课程形式 主要有两部分 有讲座也都有小组的时间 其实小组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 当中大家可以来到有分享 互相来学习 大家之间有帮助有勸勉有鼓励有支持 可以来到大家一起帮助对方 帮助自己去了解突破 刚才所说的这些不健康的负面互动循环 很多时候你落在这个循环以后 自己未必察觉到 对周围的组员实在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他们可以用爱心来说成实话 也可以激发和维持大家改变动力和行动 接着我们也有参加者的承诺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些 希望大家少了时间一起读出来 比如说我们不可以来到改变对方 只可以来到改变自己 要准时参加课程 要完成那些作业 要投入小组里头 也都要完成课程之前的评估等等 接着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一个有关理财的问卷调查 去年加拿大Investors Group 完成了在加拿大 一个有关钱和家庭的问卷调查 对象是一千位成人 主要有三方面的发言 首先加拿大人面对债务的问题 个个都欠人钱的 差不多 第二就是夫妇为了怎样用钱 很多时候会有争吵 并且会有严重的争吵 这个可能大家都经历过 但仍然对钱是传一个乐观的态度 所以当中有55% 五成半认为自己比父母的经济情况更好 有三成认为差不多 有一成半认为经济情况比父母更差 钱也导致婚姻破裂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有四分一认为从钱以来的冲突是严重的 特别是对方如何用钱 这个图表下面显示有关财务冲突的严重性 加上有四分一认为财务导致关系严重的冲突 当中这些冲突有23% 也认为这些冲突对关系其他的范围 也会有一个严重的影响 所以钱是影响到关系 但是同时这个研究法 越来越多人愿意很坦白来谈论有关钱的问题 所以大家在特别重要的财务决定里头 都认为是需要大家有开放的沟通 所以如果可以说钱的问题的夫妇 只有48%是有不同意的 但是如果单方作财务上的决定 有65%是会遇到冲突 所以夫妇能够同心去分担家庭的财政计划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最重要是因为职业妇女的增加 所以女方学历、经济、能力、职位、权力、地位的提升 另外说到债务也有一个问题 在过去每一年债务都增加 所以在过去14年债务增加的速度比收入更加高 但是同时资产也有增加 无论是实业或者投资 所以这里就说到在家庭里头 这些有关财务决定是如何做出来的 所以很明显比起上一代 我们父母那代是有很大的改变 在父母那代很少会和家庭来讨论 现在是双倍有22%有关财务决定 会整家一起来讨论 在上一代夫妇讨论有3分 现在多了一些 多了差不多5% 那这里呢 上一代有23%是一个人做了财务上的决定 现在呢是低了六成 只不过有9%每一个人做财务上的决定 那所以呢 如果夫妇能够可以谈论财务的问题 就会减少大家之间有关钱的冲突 也都可以来到去改善他们的关系 那所以即使和财务有关的冲突是轻微的 不是常的 但是呢 对于关系其他范围都会来到有影响 那所以有55%的夫妇认为 财务无论有小的问题 都会影响关系其他不同的范围 那所以呢 如果有清楚 双方都能够同意和了解的财政的计划呢 很自然都会减少从钱而来的误会和冲突 那所以导致最多冲突的是什么呢 就是怎样用钱 那所以有31%呢 这个是冲突的来源 譬如买汽车买屋 那些用钱的习惯 导致夫妻之间会来到有冲突 说到投资方面呢 现代的夫妇呢 是比上一代更加积极 那所以有三分二会愿意买股票 那些的互惠基金 那也都是有六成多能够 为止冷静的心 有54%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 那在上一代呢 大家认为父母那一代呢 只有24%呢 认为可以先买后还 就是用钱的时候 但是新一代呢 有45% 差不多双倍 认为可以先买后还 那所以呢 家庭的债务的增加呢 也都是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最后呢 专家就提议夫妇呢 要改善有关财务的沟通 要开放的 又谈论对钱的态度和论点 那这个货席也会提供很多这些工具 来帮助大家 可以说出大家对钱的看法 那也都是要去采用专业人士 比如财政计划的专家 来到定下财政的计划 在危急的情况当中有预备 都是定下财务上的优先次序 那所以我们刚才提了 我们特别有四次邀请了 财务计划的专家 来和我们去分析 这四类夫妇所预备的个案 和解答各位的问题 那第三个提议呢 就要来到找出大家同意之处 还是怎样一起来作出用钱的决定 那我们这个课程就提供 关于理财一些实用原则 工具和资源 帮助大家可以来到实践 专家以上的提议 同时呢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强化夫妻之间的衣服 所以往往带给夫妇满足安全 亲密的呢 不是钱 乃是夫妻之间 安允的连结 或者你想回你的关系历史 可能最开心的是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穷大家都没钱 越多钱就反而越多的冲突 越多的焦虑 那最后呢 我会讲到关于安允连结的重要 那大家听我刚才所说的 不断重复四个字 安允连结 究竟什么是安允连结呢 但是为什么对婚姻是这么重要 我想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需要 因为当创造主要做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基本需要是需要社交 所以换言之 你我 你的配偶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安允的连结关系 所以人生一个很自然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推动力 就是那个的衣服 英文的attachment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 可以维持跟其他人有一个有意义的接触的时候 可以建立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 所以这个安允连结的关系 就是我们适应自信自主 心理健康的基础 在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安全 得到安慰 得到爱护 可以积极来到去面对压力 处理情绪 处理冲突 所以安允连结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坦诚的情绪开放和反应而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恐惧遇到不安 然后很自然会挑起一个我们里头内心的衣服的需要 也都会尝试从那个衣服的对象来到去满足 得到注意得到保障得到安全得到安慰 所以我有需要的时候很自然地问 周围有没有人会爱我呢 周围有没有人会关心我的处境呢 周围有没有人可以给我支持 给我帮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如果从依附的对象 得不到安慰 得不到爱 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回应 就会以愤怒来抗议 可能会追究 可能会怪责 可能会沮丧 可能会沮丧 会抑鬱 慢慢导致这个关系来到去破裂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遇到失去了安允连结的经历 有两个处理方法 第一个就会焦虑 一路焦虑的时候 就会来到去追究 会来到去攻击 来到去批评对方 换言之要强迫对方来做反应 你不爱我 我要迫你来爱我 你不支持我 我要迫你来支持我 有些人在笑 很明显是不行的 第二个选择就是 你可以将你自己这些内心的需要 在一些基本依附的需要 压抑去 当没有这样的需要 通常这些人在关流的互动角色 如何呢 就会逃避 会来到退缩 会来到否认 或者会来到去自慰 所以 如果你采取 无论以上所说的任何一个角色 都不能够去建立一个安允连结 所以在安允连结当中 我们是需要在当中 有安全 有信任 有亲密 有开放 有满足 我们说 以为到越过 婚姻旅途 遇到这五个关口的时候 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夫妻之间的安允连结 所以在安允连结当中 夫妻能够给此认识 接立 配搭 有效的来到去处理 和父母 和恩亲 和周围亲友的关系 不会感觉到威胁 也很自然能够可以说出 平时认为尴尬是不好意思的事情 也可以克服成长期 原生家庭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和束缚 因为不会害怕 不会害怕对方会有什么反应 不会害怕对方会拒绝你 会遗弃你 会攻击你 或者会批评你 所以可以将自己内心的恐惧 内心的不足 创伤的需要 很坦诚地说出来 同时也对对方的需要 他的恐惧 他的不足 他的创伤 不单了解 也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回应 可以一起合作 定下我们有什么价值观 我们财政的目标 我们的预算 我们的计划 同意如何作出一些有关钱的决定 也可以去认识 满足自己 和对方性方面的需要 不让金钱或者性 变成权力 控制地位 自尊面子或者身份的争执 演出个别内心不足 你有你的不足 他有他的不足 有恐惧 有创伤的戏剧 亦是避免破坏 安稳连结的恶性的互动 循环 所以有关医护理论 可以说是现代心理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因此在大家今周的讲义 第十四到第十九页 有四篇文章 帮助大家更深入了解 这个医护理论 attachment theory 其实天下无身事 圣经 神的启示 在四千年前已经描述到 依附的重要 以及所有关系的基础 所以我们如果看回《创世记》 圣经第一本书 《万有的开始》 第二章第24节 《创造主》这样有启示我们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以人成为一体 这里用的字句 特别是讲到依附 讲到安稳的连结 特别是讲到连合 所以安稳连结依附 不是现代心理学发现出来的 在《创世记》那里已经有 所以这段经文 被我们看到在人生里头 有两个最基本 最重要的依附关系 第一个就是 与父母的安稳的连结 因为父母代表天父来照顾孩子 所以父母可靠的爱 可以直接刺激 婴孩老部健康的发展 以前我们估计是会这样 现在我们证明是这样 因为科学家可以用 核词共振的素描仪器 Functional MRI的研究 所以当父母向婴孩来笑 表示爱 表示喜悦的时候 特别来照亮婴孩的情绪 腦部当中一些相应的部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素描的影像 所以当婴孩焦虑的时候 不舒服在大哭的时候 母亲来给她一个温柔的怀抱 向她来笑 是直接激发 婴孩老部 一些神经网络的联系 所以 帮助她能够 疏到她的情绪激动 她可以自己 学习如何安定下来 所以大家想象 如果这一个互动 每一天 不断不断的来到去重复 这些神经网络的联系 就不断来到被加强 以至婴孩 当她面对焦虑的时候 她能够自己苦慰 能够处理到自己的情绪 不单止这样 在婴孩的老女头 刻印一个安全依附的人制关系蓝图 告诉她 你怎样看自己 怎样看其他人 怎样看整个世界 怎样看关系 怎样跟其他人来相处 所以当她有健康的人制关系蓝图 从父母的互动而来 她会觉得 我是蒙爱的 我是重要的 我是有价值的 其他人是良善的 她会满足到我的需要 我可以信赖其他人 这个世界是安全的 我可以自由地来到去探讨世界 关系也是安全的 我有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放心的要求 将我需要人去说出来 同时 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也可以很慷慨地了解 来到去满足她的需要 我可以信任其他人 向其他人去开放我自己 其他人都可以信任我 向我来到去开放他们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一个从父母的关系 特别是从父母的互动 而来的安稳连结 漸漸内化 虽然大一点的时候 父母不在身边 仍然感觉到被爱 仍然感觉到安全 这一个就成为所有关系的基础 人生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关系 就是夫妻之间的连结 所以当拥有父母而来的安全感 和自信才能够健康地离开父母 包括身体上 权威上 经济上 情绪的依赖上 来离开父母 与配偶来到去连结 来到去联合 建立夫妻之间的安稳连结 以至关系当中可以有开放 有了解 有体量 有信任 有满足 有亲密 可以很自由地给 也自由地来到去接受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身体、经济、心灵上、感情上 一个亲密 两个人成为一体 这就是最安稳的连结关系的描述 当我说的时候 大家会来问 既然有这么多心理研究来证明 我们十八个月的时候 那个关系的互动模式 我们的依附模式 已经定了十八岁 那个关系互动的模式 但是如果在我成长期的时候 我和父母得不到这些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其实呢 这里信仰带给了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因为在我们人生里头 随时可以和天父来到去建立 一个安稳的连结关系 所以当中有些人 或者有时候会来到这样去问 我婚姻现在搞到很痛苦 我想来到求助 我想来到改善 但是对方不想 怎么办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出路 就没错 虽然对方不想和你有一个安稳的连结 但你自己内心的需要 可以从天父的安稳的连结 来到去满足 所以我鼓励你 你也可以继续参加这个课程 但是特别注重 如何和创造你那位主宰 爱你那位的天父 来到开始建立 和维持安稳的连结关系 以至你内心的需要 来到得到满足 以至会影响你如何来到去 对待你的配偶 很多时候来参的课程 那个扮演角色的那个 当然是批评 当然是紧张 当然是要对方改那位 因为退缩的很少会来这些课程 逃避的很少会来这些课程 当你自己内心需要得到满足 和天父有一个安稳的连结 给你力量 能够可以改变你在婚姻里头的互动 你有需要的时候 天父得到满足 不需要去追 不需要去攻击 不需要去批评对方 所以希望大家来明白 安稳的连结关系 最基本是和天父的安稳连结关系 希望大家来到去着重 然后会影响到我们和我们的配偶的安稳连结关系 我们和我们的子女的安稳连结关系 好 跟着呢 今天我们很快介绍我们的课程 讲了课程的对象 课程目标 课程当中的假设 课程的形式 参加者的承诺 亦都是分享到有关财务的一些问卷调查 亦都特别有强调 这个安稳连结的重要 跟着我们会有小组的时间 所以每次之后呢 我们会有小组 今次希望大家 用些时间来给予此认识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一些背景 参加课程的期望和目标 一起来读出 刚才在港语里头 对课程的承诺 在第十三页 亦都有一个对小组的承诺 希望大家一起来读出来 可以来分享一下 有什么会拦阻你遵守这个承诺 如何去克服这些障碍呢 亦都可以讨论一下 在这一期里头 大家如何互相支持 鼓励 交代 亦都可以帮助 来达到课程的目标 一起来可以克服 可以越过婚姻旅途中 面对这些关口 那接着呢 第四呢 就是分享一下 童年期你和父母的关系 有没有经常得到 父母感情上的回应 他的爱和安慰 还有想一下 这个对你长大之后的关系 有什么影响 特别是对现在面对的 那个婚姻关系 夫妻之间的互动 有什么影响 那最后都可以分享 原生间人是怎么说钱 还是不说的 对钱的感受 态度 价值观 还有这一样呢 对你和婚姻 现在有什么影响 那今周那个夫妇的作业 请大家完成个 心理和社交健康的评估表 看看有什么因素 会影响你和配偶的关系 还有什么需要去处理 刚才我提及到 第十四到十九页 有关医妇的四个文章 希望大家看的时候 可以到了解一下 你在不同的关系当中的角色 和经历 你习惯采用哪一种的 医妇模式 当你用这个医妇模式 对你的婚姻关系 有什么影响 那第三 第十一页 大家有机会去评估一下 现在夫妻之间的安运的连结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握 对方可以了解和满足呢 当配偶有需要的时候 他有没有把握 你可以了解和满足呢 在第十一页 那最后呢 分享当你要说到 钱和性的时候 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困难呢 反映什么 反映到夫妻之间的安运连结 是怎样的呢 但如何加强 在第十一页那里 那如果当中 有人未曾来填写 报名表呢 我们在二十和二十一页那里 有一份 请大家各位 可以尽快去完成 还有交给组长和课程的负责人 所以特别是有些新来的 未曾填报名表 希望今天尽快去填 有些上期未交回课程后的评估表呢 也希望你可以尽快来到去 去交回 那我们课程都是提供很多的资源 所以大家进来 在外面有张招待桌 有很多关于健康的进食啊 很多健康生活的资源 也欢迎大家来到去 来到可以注意平时生活的健康 那最后呢 我看到有些空位 所以如果大家有朋友 有亲戚 你觉得是需要来到去 在婚姻旅堂来到努力呢 希望你也是邀请他们来到去参加 那我们下周都会继续来到 欢迎新来的朋友 但我还不想 课程开始在中间去寻入 所以尽快来到去邀请他们 我们有课程的传单 有报名表 可以来到去给一份他们 那最后呢 说到 下周呢 你会说到理财 价值观 也有恩与之声的见证 那最后呢 说到就是 大家呢 有些人拍车那里有困难 那所以这里呢 就是说给大家听 哪里可以来到去拍车 那红色那里就不可以拍 那所以如果大家以前那里拍 或者被人抄牌 就可以去我们办公室 拿你那张的ticket去 那绿色那里呢 就是可以拍的 譬如我们教会 和那个邮政局 后面那里 那呢 那街呢 都可以拍 这里的tempo 那这条街 Herald Evans Drive 那如果你想拍街呢 就要去我们 那个行政办公室那里 拿一个parking permit 那你每次拍的 都放在车前面 那些警察可以看到 那就每天都抄你的牌 那但是这方面 那里面有没有人有问题 找车位 那鼓励大家早点来 越早来呢 你就可以近些 越远呢 那可能就真的要 越迟就会越远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分组的时间 那所以请组长 收回那些报名表 和上期课程 课程后的评估表 ans conhecer 你会有认识 谢谢 谢谢 你 那我 谢谢 你